去年的年终笔记本评级里 有一台联想的游戏本被我放在了D级的首位 那就是Geek Pro G52023 作为联想近几年首台不是拯救者的游戏本 它的外观做工 性能释放和定价都非常不合理 给我留下了很糟糕的影响 本来以为这台电脑不会出续作了 没想到前段时间联想又悄悄上架了G52024 几乎没做宣传 大部分都是在第三方店铺手卖 这就勾起我的好奇心了 这台模具重作低调发布的全新G5000到底改过自新了 还是继续拉垮了呢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测一下吧 先来看一下详细配置 作为联想定位最入门的游戏本 G5000的配置没什么惊喜 依旧可以用乏善可乘来形容 处理器是13代的i7-13650HX 相比去年的H45处理器 今年升级了HX55 在理论性能和功耗上都会略有提高 不上14代也是入门游戏本的常规操作了 独显是最高115W的RTX4060 内存是16GB单通道DD15 4800MHz 不过硬盘容量有点小 还是512GB 稍微装几个3A大作就满啊 屏幕从去年的2.5K 165Hz降级成了1080P 144Hz 这个我不太能理解 4060配2.5K屏其实挺合适的 只能猜测是为了成本控制做的阉割 价格方面 它的首发售价是6799元 结合配置来看 在同价位的游戏本里 性价比还是天低 吸引力比较一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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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内部设计仍然是偏粗糙的风格 主板和电池两侧都有不少闲置的空间 和上一代比较的话看起来像是镜像翻转了一下 同时在散热和布局上有一些改动 电池容量60Wh 实测PCMark10现代办公训航时常为3小时12分钟 实际用起来可能2小时左右就没电了 大部分时间都得插着电使用 硬盘是512GB的一连AM6A1 联想的常用型号速度还可以 在左侧还有一个支持2242和2280的硬盘位可以自行加装 内存有屏蔽罩覆盖 为单通道16GB DDR5 4800MHz 比去年的5200MHz低了一点 这个主要是CPU的原因 i7-13650HX最高支持就只到4800MHz 无线网卡位于左侧 是小螃蟹家的8852BE支持WiFi6 但是不支持160MHz频宽 这个网卡我们吐槽过很多次了 它的实测表现比AX211这种主流网卡差一些 稳定性曲线的波动也很剧烈 在意的话可以自行更换 最后是散热部分 它采用了双风扇散热管的散热模组 看起来和上一代有点像 区别主要是取消了两侧旗片和出风 同时风扇内侧进行了开口 改成了今年流行的内吹式设计 至于实际效果如何 我们用烤机来实测一下 室温25摄氏度 单烤FPU CPU维持在90度 功耗95W P核3.8-3.9GHz E核3.2GHz 单烤显卡RTX4060维持在76.4度 功耗115W 频率2265MHz 双烤CPU45W 77度 显卡115W 82.8度 双烤总功耗来到了160W 算比去年的35W加80W可以说是质变了 而且核心温度也不高 确实有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的G5000改过自新 把缺失的Legend Zone加回来了 所以测试时使用的都是超能模式 不过在表面温度上 它的表现就不太让人淡定了 键盘中央有三个高温点 最热的键帽竟然有54.8度 简直是离谱 要知道绝大多数游戏本连50度都很难达到 好在高温只集中在了几个小点 而且不是游戏常用的键位 理论上来说 内吹式散热有助于降低表面温度 G5000这个表现只能说是不及预期 噪音部分 超能模式下 人味噪音为60.2分贝 非常吵 而且伴随着风噪还有一种低频的嗡嗡声 让人不太舒服 如果噪音还能拍戴耳机解决的话 我们还遇到了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机身会随着风扇出现明显的震动 尤其是掌托部分 感觉手都要震麻了 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于是我们又测试了一下转速稍低的野兽模式 它的人味噪声是55.4分贝 体感会舒适不少 同时性能释放也会有所缩减 双烤变成了38加107W 在玩一些性能需求不是特别高的游戏时可以使用 总的来说 G52024的性能释放确实有提升 从去年的游戏本中垫底来到了主流级别的水平 但是它的表面温度和噪音都偏高 而且还有高转速下机身异常震动的问题 距离一台散热好的游戏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下面进入性能测试 CPU采用了上一代的i7-1360HX 6个P核加上8个E核 单核性能部分 R23单线程1729分 比我们数据库中的同型号基准低了一些 重复测试也是一样 暂时没有找到明确的原因 多核性能部分 跑一遍R23循环 第一轮能跑到将近2万分 之后稍微下降 稳定在19000分左右 这个性能还算可以 比去年13代H45的Y77P略微强了一点 当然和14代的HX相比还是有差距 跑分时 第一轮CPU功耗能跑到将近140W 逐渐回落到110W 从第四轮开始稳定 都是先跑到120W然后稳定在了95W CPU一开始是顶着95度的温度强在跑的 回落后则是维持在88度左右 显卡方面它搭载了最高115W功耗的RTX4060 最大电压1V 最大频率2655MHz 在超能模式下会自动超频 达到2745MHz 实测跑分方面 Time Spy 11157分 FSE 12848分 Superposition教室6459分 这个成绩已经非常高了 Time Spy和Superposition甚至比我们之前那台 能跑到2.8GHz的MagicBook Pro 16还高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它采用了三星的显存 功耗低了一些 在同样的115W的限制下 核心能分到的功耗更多 所以在Time Spy这种压力比较大的项目中得分更高 接下来进入到游戏实测 网游部分 1080P分辨率低化之下 最终幻想14可以跑到227帧 APEX 154帧 COD 20 218帧 流畅玩肯定是够用的 横向对比其他4060游戏本的话 由于CPU性能的差异 它的帧数相比Ultra处理器的全能本会高一些 比14代FX处理器的游戏本则是略低一些 大型单机部分 原生1080P分辨率下 除了战锤3 DLC这个特别吃配置的游戏 其他游戏都能跑到一个比较高的帧数 4060只用来玩1080P的话感觉有点太浪费了 所以说我们还是测试了外接显示器跑2.5K的成绩 这个分辨率下 木卫4协议战锤3和2077需要降点画质才能流畅 但是画面精细度会提高不少 如果与其他14代FX处理器的游戏本对比 可以看到这个分辨率下帧数相差并不算明显 主要还是显卡瓶颈 另外最近发售的奇幻解决色扮演游戏 《龙之信条2》我们也进行了测试 更前面的游戏不同 这个游戏CPU压力非常大 1080P分辨率最高画质加上DLSS的情况下 城内大部分场景还不到50帧 GPU占用率只有5-60% 如果是城外NPC比较少的场景 那CPU的压力这样低 帧数会高一些 可以维持在60帧左右 由于是CPU瓶颈 这个游戏我个建议玩2.5K 城内依旧能跑到45帧上下 室外也有50帧左右 反正卡都卡了嘛 不如让画面更加精细一点 另外这个游戏内存优化也不太好 16G玩起来有些勉强 最好还是自己动手再加装一根 再来看一下生产力软件的成绩 Adobe方面 PS961分 PR8022分 可能是由于前面CPU单核性能的问题 PS的分数略低一些 Spec Workstation的测试我们也跑了一下 大家可以自行参考 简单总结一下性能方面的表现 新款G5000的性能在同类游戏本中算是中规中矩 i7-1360HX的性能虽然逊于14代HX 但是应付绝大多数的游戏 创意设计应用还是够用的 比较遗憾的就是 1080P的屏幕放在4060的游戏本里有些偏低了 如果外机显示器的话倒是没有影响 好了测试了这么多项目 相信你对这台电脑的表现有一定了解了 按照惯例这里总结了三条优缺点供各位参考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新的G50002024 那就是有进步但是远远不够 相比去年被评为D级的老款G5000 这台电脑在性能释放上有明显的升级 在控制中心和C口充电上也做到了和拯救者系列一视同仁 这一点值得肯定 但同时要看到的是 它的整体表现在同价位游戏本里依旧不佳 还有着屏幕脱颖 噪音偏高等影响使用体验的短板 在今年这个以游戏本整体降价的大环境下 实在称不上有什么吸引力 我觉得以现在的这个价格来说 还是上一代的拯救者R7000更值得考虑 同样是4060加上1080P 144Hz的屏幕 R7000的做工散热都要比G5000更好 价格还便宜个几百块钱 处理器的差异实际用起来也没有那么明显 只能说G5000目前的定位还是比较尴尬的 想要让这个系列立得住 还是得多一些拿得出手的亮点才行啊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下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比拔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交流卖本心得 包住电脑小白 这是比拔评测室 我是猪王 好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